以下节目是由长春藤指导特约播映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商界总横 我是米娜李世平 那在这一节的商界总横呢 我们将与大家探讨 如何选择大学申请的辅导 那请到的嘉宾呢 是长春藤指导创办人江宇英教授 那江教授呢 他是教育家 同时呢也是文学家 那现在呢 我来介绍一下江教授 江教授呢 拥有美国名校四个硕士学位 和一个博士学位 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和博士 他是加州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 在美国大学教授了25年 历年名列美国亚裔名人录 美国名人大典 商业金融名人大典 世界名人大典 江教授你好 你好 还有观众们好 那江教授了 那听说呢 去年12月的提前录取当中呢 你们长春藤指导 您亲自辅导的那个班呢 又取得了辉煌的债果 恭喜你们 麻烦您来介绍一下 谢谢 这是我们最欣慰的事情啊 就是帮助孩子能进到他们理想的大学 那我们去年呢 这还是说去年12月了 因为今年的全部放板呢 要两个星期后 那么我只能讲去年12月15号的 那么15号那个时候放板呢 我们非常欣慰 我们有两位进了哈佛大学 两位进了斯坦福大学 还有三位来做提前决定 进了哥伦比亚大学 还有三位呢 提前行动的进了MIT大学 那么等等 还有很多杜克 康奈尔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么这些都是独特的学生 因为他说Early呢 他只能被录取一家 所以呢我们... 我们去年呢 觉得非常高兴 就是很多学生 一次就进入他最理想的 这个提前陈情大学 那么在三... 提前录取已经进入了 已经非常安心 他们有的家长写Email给我说 我们过了一个非常好的Christmas 这个是Christmas之前 那么呢在三月底 也就在这个月底呢 我们相信我们进这些大学的人数呢 会加倍 会增加一倍 也就在正常录取的情况下 还会有很多学校进这些好大学 那说起了这个进入理想大学了 要不要找这个升学顾问呢 我觉得应该找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这个是这样说 应该找 但是要找好的 不能找的 帮不上忙的 那为什么应该找呢 就是你想我们家长 我自己因为也是做家长过来的 那么家长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学费 辅导费 从三岁 你就从一岁都可以说起 一直到了18岁 17岁 16岁吧 那么有的找的 那么这已经花了几十万了 为了这个小孩培养啊 然后最后这一年要申请大学 你那几十万都是为最后这一年 那你如果不做 那功亏一篑啊 真的是临门一脚 结果你不敢投这个资 那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找 而并且呢所有的家长或者大部分的家长呢 他是没有经验的 并且他申请孩子呢 是第一次申请大学 或者最多第二次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需要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专业人员 来帮他把关 管理所有的这个升学过程 那说起呢 当然了你们长春藤呢 就是进入这个理想大学名校的人数呢 每年呢都是位列榜首 那为什么你们辅导出来的学生 都特别的好呢 对 我们就是说 有一个最关键的我觉得就是呢 就是说每一件事 每一个学生的选校 他自己的理想学校是哪一些 还有呢就每一个事情都是我自己呢 亲自在做 所以我们招的人并不太多 而是呢 你想呢有的大的公司 他几百人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照顾到 他有的时候呢 今天是这个顾问 明天是那个顾问 然后这些顾问呢都太年轻 就说那么我觉得呢 我觉得我个人呢 读了所有的关于进大学的这些资料 书籍等等 然后呢都是公身轻微 所以呢 我们进这个长春藤大学和理想大学的人数是非常多的 比例是至少有30%能进最好的学校 而这些学校平常录取率都是5%到10%之间 我们比这个全国的录取率至少高算三倍到四倍 对 所以有时候不光是学生本身要优秀 但是优秀的时候 这个申请做得好还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对 那就是说起了那既然很重要了 那应该就这个学生的辅导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呢 学生辅导我觉得呢 就说当然是越早越好 如果呢 但是呢 再晚也不能 如果你已经是11年级就要接触的学生 现在3月了 5月就要放假了 5月6月放假 那么你就进入12年级了 这个时候11年级的学生 11年级的学生已经非常紧迫了 那么他必须要盘点他的学业 他要把他所有的考试做好 还有呢 他要把夏季安排好 这些呢 全部呢 是我们能够给予最正确和最优 就是说最优惠的辅导 也就是说能够做一个最佳的辅导 所以呢 这个时候要开始了 11年级的学生要立 那可不可以再早一点呢 再早可以的 我们实际上是有这个比较长期的 是所谓的服务的这个package 这个呢 一般从8年级到9年级就开始了 那你们辅导学生了 主要是专攻哪几方面了 专攻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说呢 我们并...也不是专攻 但是我们从A 我平常经常跟家长训说 我们从A到Z ABCDEFG一直到Z 全部管下来 那么呢 但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管理这个整个这个申请过程 包括推荐信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 老师推荐信各种 整个申请无数事情 第一个是这个过程 第二个呢 大大去减少这个学生的负担和家长的担忧 大大减少他们 第三个呢 管好每一个 每一篇作文 把每一篇作文都新 都反复推敲 正确把它做到最优秀 第四呢 就是每一个这个所谓deadline 不能过期的 还有要教什么 什么事要跟学校做什么教的呢 管理得非常清楚 然后最后呢 你想的就是给家长一次保险两次 就给他一个定性丸 使他这个整个工作呢 没有这个披露 而且还有一点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有时候学生呢 就是说真的 大家都知道有小孩子的 都可能不太听家长了 但是外面的辅导员 他是不是比较听呢 这个呢您说得太好了 因为家长经常跟我说 家长说你要跟我学生讲 要让他今天这个作文一定要做完 我说你在家里可以跟他讲 没有 你讲他会相信 我们讲没有用 所以这个也很好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您讲一下 你们的联络方式 对 我们联络方式呢 就是打我们电话 408-982-3425 408-982-3425 好 我们非常感谢江教授 那正如江教授所说的 那很多时候呢 尤其高中生的话呢 因为这个年纪呢 可能也是比较反叛 可能不会听家长讲话 有时候找个辅导老师呢 可能反而会听老师的话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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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